欢迎收看建筑300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中国的SOHO的出现离不开北京的一家公司 SOHO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牛气兼洋气的公司 关键是它是一家注册在国外的中国公司 它注册在英属开曼群岛 为什么要去开曼群岛注册呢 因为那里不收税 开曼群岛是一个不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等等等等 很多不收很多乱七八糟科学杂税的地方 对于公司来说 这不就是天堂吗 一大堆一大堆的公司都跑到那里去注册 什么百度阿里新浪联想等等 岛上有一个五层的办公楼 注册了全世界一万八千多个公司 老潘95年开发SOHO现在成项目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公司 但老潘当时已经提出了SOHO的概念 据他自己说 是他在开发之前曾经去美国考察过一次 结果当时一看遍地的互联网公司 他立马感觉到 未来一定是一个网络为主的世界 所以回来就提出了SOHO概念 其实这个事情很有趣 我常常在想 他怎么回来不是立刻改行做互联网呢 要不是不是今天就没有马云什么事了 地产外星人老潘就因为这个原因提出的SOHO吗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他的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当时老潘拿到的现代城那块地是原来 红星二锅头酒厂用地 规划上这块地不止只有住宅 还有很多的办公要做 据说立项都是按办公性之力的 照一般的销售思路来看 住宅是不愁卖的 办公的销售就变成了成败的关键 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他发现了 原来还有一种可以办公的住宅 叫做SOHO 住宅这种是不愁卖的 怎么办 唯有把办公做成小体量分割 然后销售 但是只是这样就太一般了 所以老潘结合他美国夫人的经验 把SOHO的概念带了进来 包装一下之后 结果项目大卖 继而创造了SOHO品牌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大家要明白 原来的SOHO是所谓的居家办公里面 就是在家里办公 这个前提就是在家里 但是老潘做的所有的SOHO项目 其实除了SOHO现成 是有一部分住宅以外 其他大部分的项目 实际上都是纯办公项目 而且现代城到了今天 住的人也已经很少了 原因很简单 谁愿意住在一堆小公司的隔壁呢 安全性 舒适性 私密性都是很差的 您这抱个孩子这样出门 上来一个陌生人上来就问 请问您隔壁这家有按摩服务吗 我估计您肯定直接拿尿片子 把它扇楼下去 所以真正的SOHO本质上 其实就是办公 而且在我们国家的设计规类里 是没有SOHO这个类型的 你去找SOHO设计规范 没有 SOHO从来都不是官方认可的教法 简单理解 SOHO就是可以住的办公室 为什么要可以住 因为可以住的好迈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觉得SOHO其实就是办公和住宅的私生子 父亲是办公 找了个住宅当二奶 所以他只能继承办公的属性 但是却具有住宅的特点 不过悲催的是没有名分 政府不会给上户口的 就因为人家是杂交 不过虽然是杂交 这个东西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 从现代城开始 SOHO中国做了一系列的SOHO产品 每一个项目卖的都是超级火爆 好几个项目都创造了京城楼市之最 SOHO的概念也跟着火遍中国 甚至在旺京SOHO刚做出来不久 南方的一个城市竟然做了一个山寨版旺京SOHO 搞得老潘很是恼火 又要打官司又要上法庭 因为你山寨个产品就罢了 你最不应该的是 连人家的建筑立面也原样照搬 实在是太没道德底线了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 大家还是非常喜欢SOHO 那么为什么SOHO这么火爆呢 因为SOHO的不确定性 恰恰迎合了市场的需求 众多投资者在购买之前 估计都没有想好 这个东西买了之后到底干嘛 既然什么都能干 那不是最好 就像现在特别火的那些 以中性著称的明星 男的要打扮成花北男 女的要装饰成女汉子 女神和女汉子 宣布结果 女神完胜女汉子 反转 女神有 这样就满足了所有人的需要 不过这样做一个不好的结果 就是时间长了 经常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什么了 想变成高档住宅没戏 想变成高档办公也没戏 每天电梯里挤满了公司 白领小职员和家庭乡下小保姆 真是既上不了厅堂 也很难下厨房啊 ули里面 还有 黄色的 非常有意思 有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